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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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代的新火相传之中烙印出独特的风味印记 顺德拥有古老与现代两种奇妙的性格 在岁月的流转中得到了完美的交融 农历四月 珠江三角洲的腹地 一种名为紧张的分子 让温暖的空气持续升温 打破了这个古老村落往日的平静 古老村的村民们抬出龙船 龙船长十米 重达三十千克 它承载着人们对于来年趋灾纳浮的愿望 与对风调雨顺的期盼 端午节前夕 三十多条龙船从各个村落汇集到古朗村 一年中最盛大的龙舟赛即将开始 滑龙舟既要注重力量又要注重技巧 在讲入水时 最好形成八十到九十度的夹角 讲入水后滑手快速拉水 整个动作如同火车轮的传动壁 这是同心同力的力量 也是长时间训练后培养出的 高度协作的能力 龙舟如离弦之剑般划破水面 队员摺着古体奋力发动 飞将逐波批波斩浪 岸上人头攒动 欢呼声此起彼此不绝于矮 把龙舟赛轰托到高潮 水里的竞赛如火如荼 陆地上另一场重头戏也即将拉开帷幕 武建能 土生土长的顺德人 半生辛劳换来殷食家业 他坚信这是祖先的庇佑 今天他带领自己餐厅的十多名厨师 为全村一千多人准备食物 这便是他回馈家乡的最佳方式 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 当地称为龙船饭 端午节前夕 全村人在此相聚 这是农耕社会集体生活的遗存 无论寒来暑往 不变的家乡味道 总能精准地被食物记忆和传递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在河网密布的顺德 鲫鱼被开发出了百种吃法 唯有鲫鱼干是顺德人记忆中 最久远的家乡味道 每当鱼水减少 刮起北风 就到了顺德人晒鲫鱼干的日子 刀刃划开鱼背 既要保证鱼肉的粘连 又要最大限度地切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寸鱼肉都浸润在阳光之下 晾晒一天后 用浓厚的齿油汁包裹鲫鱼全身 滋味缓缓渗透 经过北风吹拂 水分被吹干 咸香与齿汁 被阳光和风固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天�キ lor工地 �位毫小心 老鼠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右边 发现 麻烦 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放入煎锅中 高温引发的褐变反应逼出了鸡肉表皮的油脂 取而代之的是一层金黄色的焦香 油脂的阻隔让炙烤加热更加均匀 并留有卤脂的清香 香酥的鸡皮包裹着鲜嫩富裕的鸡肉 咀嚼之余 唇齿留香 烹饪队的忙碌已接近尾声 在龙舟归来的人们落座于祠堂前 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慰藉 顺德人依血脉清源 形成了稳定的宗族聚落 祠堂是村中最古老威严的建筑 也是每一个族人的心灵归属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因同一支血脉而产生 因熟悉的味道而骨骨 在漫长的时光中 传递着永恒的家乡之味 了能 一句正宗广东图语 意味口味刁钻 而这是顺德人对于食物的极致要求 担任主厨的宦哥也深谙此道 虽然来到餐厅的时间还不足一年 但是凭借自己33年的烹饪经验 他自信能够在众多顺德厨师中 站稳脚跟 这些搞得干净 来 煮不干净 来 师傅 早上 今天餐厅人手不足 又有老板的熟客远道而来 幻哥要用一道非常了能的美食 征服不远万里前来的客人 巩固属于主厨的那份威严 孙德菜对于食材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 一条鲭鱼身上的不同部位 鲜嫩程度也各不相同 各种细微差别 精明的顺德厨师总是能变出高下 鲭鱼鼻只占整条鲭鱼的前三分之一 虽然肉不多 但骨质松软 是鲭鱼头中头感最爽滑的部分 也是整个鱼头的精华所在 选取30条各头均匀的鲭鱼 快刀落下 切下的鱼鼻部分只有拇指大小 无需繁复地烹饪 只需要淋上特条的齿汁上锅清蒸 精确的2.5分钟后 鱼肉的鲜与齿汁的香 混合着蒸汽弥漫 撒上葱油提鲜 一道齿汁蒸鱼鱼鼻便呈现在时刻眼前 刚入门的时刻可能会惊讶于他奇特的外表 但老鱼却能熟知其中的曼妙 庆叔一年前搬到了广州市内 三个月回一次顺德 喂的就是这口鲜甜滋味 吃鱼鱼鼻是对时刻嘴弓的一场考验 熟练的老鱼只需轻轻一吸 果冻般嫩滑的鱼脑 弹嫩爽滑的鱼唇便溜到舌尖 稀措之间鲜香流转 妙不可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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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完了 要三斤感 好啊 好啊 给你过来啊 好 有了鱼给我 得过来 无论食物如何变迁 一份齿之蒸鱼鱼鼻 让老人重回往昔岁月 传递着远远流长的家乡味道 如果说鱼鱼鼻体现了顺德人 对于食材的严苛要求 那么另一种美食则包含了顺德厨师 对极致记忆的不懈探寻 黄慕容十六岁开始学厨 今年到虎门一家顺德菜馆担任主厨 他希望以当地人钟爱的鱼类为突破点 尝试一种新菜品 拆鱼根 一道古老的顺德名菜 荣哥想要从传统中寻求突破 因为在顺德一般都是用碗鱼啊 就过来这里我就 就接触到那个王皮头 因为这里是比较普遍的 就是用一个顺德一个传统做法 来融合当地的饮食材料 清晨七点 黄慕容出发前往鱼市 寻找一种当地独特的真仙 顺德海鲜市场 佛山最亮的鱼市 这里容纳了几百个饭鱼的商户 各式鱼货汇聚 在鱼汛期 这里每天要卖近千吨的新鲜海鱼 销往世界各地 新鲜凶猛的生鲜 稀有珍贵的海味 尝上台面 但是老手绝不会被扰乱思路 这些并不是荣哥这次想要找寻的 老板 老板 这黄皮头怎么卖 三千啊 三千的 今早早泡水的 我要三斤 帮我请三斤 湿头鱼 学名极头眉头鱼 因头部金黄 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黄皮头 现在是五月 正处于珠海港口近鱼期 只有像顺德海鲜市场这样大规模的鱼市 才有机会寻找到它 拆鱼羹 一道传统的顺德名菜 刚才买回来的黄皮头 赋予了这道菜不同以往的滋味 拆鱼羹种在一个拆字 鱼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各尽其妙 发挥其本身的价值 精妙的刀工将鱼肉与鱼骨巧妙分离 用热油将鱼肉煎至两面金黄 氨基酸与糖的美拉德反应 为鱼肉硬刻上了一层浓烈的焦香 那个骨我们都已经处理掉 就没有骨头的了 肉是很滑润的 所以我们就保留它圆块的 就是客人可以看得到那个鱼肉 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踢出的鱼骨自有妙用 热油相间 陈皮与胡椒粒的加入 去掉了若有若无的一丝腥气 这时候加水炖煮 逼出鱼骨中的鲜香 滤掉骨头残渣 翻滚的汤汁香气四溢 这时就到了配菜上场的时刻 原本我们顺德菜的柴鱼羹 就是放的比较多 现在这个因为黄皮头 就比较鲜嫩 我就不想搭配太多的配料下去了 太多的配料就会夺了鱼的鲜味 所以我现在就选择自己磨的水豆腐 豆腐丝细白如物 柠檬叶释放着一抹奇异的清香 花椒的加入 为汤底增添鲜甜口感 最后放入鱼肉 多种鲜味在汤中不漆而遇 炖煮一小时 鱼汤呈现出鲜艳浓郁的金黄色 鱼肉鸡纤维和胶质受热散开 产生普通拆鱼羹 难以比肩的鲜甜滋味 黄皮头汤它有金黄色 所以我就选择了食用白菊花 柠檬丝就有三种颜色 搭配起来就会有一种层次感 放上炸好的懒仁 用洁白的菊花作为点缀 一道传统顺德菜 在戎歌手中焕发了不一样的生机 这种工艺在顺德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古人拆鱼是为了方便食用 而现在人们更看重它独特的风味 直接稀食如褶梨般顺滑 汤气回甘鱼肉微弹 清甜与柔润在口腔里轮番长线 仅需一口就能轻松俘获 食客的味蕾 顺德人从小生活在特有的环境下 鱼成了他们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味觉原点 在吃鱼这件事上 他们有着无限的才华和想象 每一个人的解读与创造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都将成为沉淀在舌尖上的各种滋味 一口故乡的鱼肝 一碗鲜香的鱼羹 何尝不是在食物中看透人生百味 在距顺德四十五千米外的广州 人们对鱼仙有着更加特殊的理解 广州 水稻密布的城市 鱼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吃鱼这件事情上 人们下足了功夫 初夏的鱼塘 亦反几个月前的沉寂 此刻充满热闹的生机 董家和一早便抵达 位于广州市郊的这片鱼塘 为一样以鱼为主的特色美食 选取原材 年轻时学习水产加工专业出身的董家和 从事鱼制品行业三十年 相比他人 对食材的选取更为重视 一声令下 今夏的第一批收获敲响战鼓 鱼塘工人一行八人手持大网边缘 沿鱼塘四周散开 确保鱼网沉入水中的同时 面积覆盖整个鱼塘 带鱼入网 八人同时发力 拉网捕捞时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 避免声响过大 惊动驰鱼 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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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后面那个网 往前面稍一点 等来 后面打这样子 螺蛊鱼的品种 它是容易生产 口感非常的鲜美 更肥马 一堂肥鱼在众人合力下排上岸 筛选分解 只为获得最佳品质的活鱼 另一边 尚在成长中的罗飞鱼 则接受着每日固定的特别饲料 蚕豆 熟悉淡水鱼特性的董家河之道 罗飞鱼以蚕豆为食 能够增加鱼肉肌纤维 令肉质更加脆嫩 喂养方式的改变 令鱼肉品质大获提升 董家河的追求却不止于此 在南方 鱼府的存在 为吃鱼提供了新路径 他希望让这种吃鱼方式 成为餐桌常态 这里是董家河征战美食世界的大后方 鱼府因如豆腐般顺滑而得名 要想达到这一品质 鱼迷的备质尤为关键 传统鱼府的制作 大多选用鲫鱼作为原材料 但多年探索鱼府之道的经验 告诉董家河 深海鱼和淡水鱼相结合的原材料搭配 才是最佳选择 我们这个鱼府制作的选材方面的话 也非常的讲究 海里面的那个金线鱼 加我们的罗飞鱼 结合完以后的话 那么它再经过卤化 卤化制作完以后的话 那么它的口感非常的明落 精心挑选的罗飞鱼和金线鱼去皮去骨 在纯熟刀法下迅速修整至两面光洁 整鱼骨肉分离 将鱼肉打成鱼泥后 通过不断翻搅的方法令鱼泥起胶 加入鸡蛋搅拌 鱼肉分子的结构将重新进行排列组合 变得更加柔韧 好的鱼府离不开精心的杂质 这一环节极其考验炸鱼府师傅的眼力与手感 鱼泥经受挤压 圆润饱满的肉球在手中孕育而生 在热油中投入鱼府浸泡十分钟 在正式下锅炸之前起到定型作用 避免翻动时表面碎裂 随着鱼府逐渐膨胀 大锅升温 油温达到140摄氏度时倒入鱼府 伴随师傅熟练的手法 漏勺翻角 鱼府均匀受热 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油炸历练 令鱼府逐渐保障蓬起 金黄亮泽香气四溢 老金 这鱼府啊 是啊 瞅一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把握火候时机 捞出盛盘 新鲜制作的鱼府刚刚脱离热油 蓬松度和鲜香度正直顶峰 一口咬下 鲜美充盈的口感直击味蕾 口感很好 鲜糯 可口 一味十足 非常好 美食融于日常 吃法必不可单一 好久不见 我们这个油炸出来的 刚刚散出来的衣服 你看一下 这个味道比较好 几年前 来自重庆的罗宏平和董家和 偶然相识 对美食同样的热情 令两人一拍即合 在四川 一道名为水煮鱼的菜肴 以鲜辣爽利 征服了当地人的胃 罗宏平以此为灵感 提出了水煮鱼府的设想 罗宏平选用豆芽等作为配菜 加水焖煮后捞出 水煮鱼府 关于辣的演绎是重中之重 既见川菜烹饪手法 宽油入锅 下豆瓣酱 辣椒壳煸香 葱姜蒜的加入 令辛辣气息更加浓郁 高温催动下 食材与辛香调味充分渗透融合 激发出满满的鲜爽之味 一经出锅 立刻浇淋上一大勺花椒热油 麻香十足 一盆水煮鱼府呈上 色泽艳丽 鲜香麻辣交织 无论视觉或味觉 都极尽享受 鱼府香而软滑 一口咬下 浓厚的麻辣味 瞬间燃爆舌尖 令人满尺流香 回味无穷 当然这个酱汁更好吃一些 棉酪 一味吃着 非常不错 对 汁味着更好吃 对于董家和来说 一份独具匠心的美食 离不开制作者 对食材鲜味的守候 与精心搭配 更离不开他和老友 对美食的创新与热爱 最终效果 我们这个鱼卷 在你们这个餐厅 到底是做哪些菜 一般来讲 我们就做缩火锅 还有缩汤 是啊 我们的鱼卷很好 来一些鱼卷 给你们看一下 好啊好 来 来啦 鱼卷来了 一叠鲜嫩爽滑 薄如纸片的鱼卷 正是今天品味的主题 鱼卷的话 我们把这个鱼装 在低温的环境下 我们利用自己的设备 把它抛成 像羊肉卷一样 就形成了这个鱼肉卷 削切而成的洁白鱼卷 四周自然向内卷收 清晰的纹路 沿整体形状蔓延开来 以整齐的姿态呈现眼前 鲜味十足 弹性充实的鱼卷 遇见浓郁汤料 往往碰撞出别样风味 柠檬 柠檬 番茄 辣椒等原材料 混搭熬煮制成的汤料 酸辣浓郁 东阴宫这一口味道 近年来广受人们喜爱 用来涮鱼卷 不仅能够突出鱼肉鲜香 更为鱼肉本身带来了丰富的味觉层色 亲友相聚 新鲜鱼卷下入汤料 只需涮几十秒便可享用 不碎不柴鲜美弹牙 加一口水煮鱼腐 细腻软嫩鲜辣充盈 鲜香浓郁的东阴公汤盛到碗里 浓烈的酸辣味让人赞不绝口 人们在欢声笑语中 尽情享受这顿佳肴美传 距离广州九百多千米的湖南省里县 四十多万亩水域里 生活着的鱼类超过九十种 这里发掘的城头山史前遗址的灰坑中 发现了大量的鱼骨 这让人们了解到 里县人盗饭耕鱼的食俗 从六千多年前就已存在 里水蓝江炸断 渔民流发中 正在沉劳中劳作 小外孙将满周岁 当地人家对孩子的第一个生日非常重视 孩子将在这一天开始尝试吃一些荤腥 流发中家也不例外 婴儿早早出宫 它的目标是这种在里水中常见的小鱼 这种鱼呢 将其从清水中捞出 盲火开来 黄鸭叫维生素E含量 居淡水于潜力 但它有一个缺点 背脊上长着三根硬刺 用左手大拇指和食指的指尖发力 牢牢卡住硬刺根部两侧 使硬刺正好在两指尖的虎口空档内 右手用力一掰 将硬刺分离开来 这是流发中多年练就的技巧 下锅前 它还有一道秘密工序 将用稻米自酿的黄酒 均匀淋上鱼身 腌制三十分钟 黄酒可以使鱼中的腥味物质吹发 增加鱼的鲜味 要成就这道佳肴 少不了另一种凝聚酱心的食材 黄豆泡发 墨浆 这样的动作在这里已经重复了几百年 一勺豆浆被作坊主陈红浇在粗布上 再盖上一层粗布 重复动作 用于定型的木格被填满 这个特制工具是从签顶中得到的启发 木板压实浇好的豆浆 推动压力感将水分挤出 揭开层层粗布 这些仅0.2毫米厚的豆制干片 因看起来像有千百张叠加在一起 故而被称为千张 卷好的千张运送到集市 柔韧的质地造就了它酒主不护的优点 使它成为李宪仁吃鱼时的绝佳配菜 这也是刘发中菜谱里的点睛之笔 铁锅烧热 鱼煎至两面焦黄 可保持酒主不烂 黄鸭椒虽然小巧少肉 丰富的焦质 却使它煮出的汤 有剩余其他鱼类的鲜美 热水浇上做汤 油脂与水结合 使汤呈现出白玉般的色泽 千张切成细丝 铺在沸汤中 蛋白质释放进汤里 增加了汤的浓度 一口锅将两种食材完美融合 来来来 大家都多喝点汤 难得回来一趟 多吃点鱼 年年有鱼 来来来 祝福声中 小外孙喝下了象征性的第一口汤 丝丝甜的鱼 原味触到舌尖 每个生命在漫长的一生中 都要经历各种滋味 而这口汤是孩子们体会 百味时迈开的第一步 舌尖的记忆是绵长的 与水有关的美味 总有一种灵性让人眷念 自然生长的鱼仙 荡漫着水香最原始的自然味道 这味道从风土人情中孕育出来 对漂泊的游子而言 稻饭耕鱼的味道是满足也是温暖 是香愁也是故事 美食一鱼可以洞悉心灵之所 身处一地 往往勾连着 无可替代的香情记忆 鲜味的密码 在舌尖与味道的触碰间 每一口都是对家乡最温情的味界与思念 这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 更是人们对家乡味道的别出心才 一份扎根于心的智慧 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给予人无限的牵绊与力量